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光臨今天的女人我最大 今年有一個流行的元素 這個顏色讓我非常非常的害怕 不管是什麼樣的顏色 你都會覺得它是臭泡 我就看它自打怎麼打 臭泡 就因為加了一個舊舊的那種灰色 黑的也要加灰色 然後olange也要加灰色 奇怪了 很純潔的白 它也要加一點灰色 這種顏色 那種小女生穿起來就很飄逸 而且很文青 可是我們穿起來 我們就是臭老 是不是這樣子 妳今天就是穿這樣子的顏色 這是我活了五十幾年來 第一次穿這種顏色 所以妳有點不自在對不對 沒錯 會不會太臭老了 請教孫樺老師 哈囉 大家好 化妝也是流行這個顏色 歡迎Ansel老師 你好 阿東也是這種顏色 吳楊 你好 聽說 你去世界各地 而且明天就要去倫敦了 對 後天 全部都是這種草舖顏色 因為我去年去了 約是大概這個時間 那我後天去了 也發現大部分的女生 會穿類似這樣的顏色 都是草舖 OK 都是那種 您今天身上也是 也是 比較偏這樣子的秋天Fu 秋天Fu 是 到底是什麼顏色 這個顏色怎麼講呢 那邊有一張圖 不是我的問題 你們來講那是什麼顏色 我沒有一個顏色講得出來 大家所謂的 大家所謂的大地色系 腦海中一定有哪幾個顏色 我第一張圖 對 還有什麼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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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晴就是 我跟妳 虎晴她 妳看連頭髮都要變 所以她這一季 所以她這一季就是她的 她的世代 完全是妳剛剛講的那些 就是我們一般人 可能很難上升 譬如說大家會反映對膚色 對哪裡沒有力 對眼珠子 對任何地方都沒有力的時候 這可能是虎晴的世代 所以在這一季來講 大地色系很重要 不過剛才你們大家所講的 腦海裡面大地色系 講了這一些之外 它這一季的大地色系 其實有包含很多 你可能之前沒有認為的顏色 也在裡面 對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先從這裡 它帶一點點黃色系 像這種 像淡色 月色聽過沒 月亮的月色 對 然後再帶大地上的這一些 有些黃土 或者落葉色這種的 葉面的這種顏色 然後慢慢的到這種 深秋末綠這種顏色 然後再開始再到這些 所謂的咖啡的棕色 然後可能是像黃昏的 可能是像某一些的什麼 枫葉植物感的這些顏色 然後一直到 大家可能很訝異的 竟然是連這一個色階 藍系的色階 這個像我們腦海裡面 很少會把這些藍色的色階 放到這裡面 所以這一次大地的色系 又多了幾個 可能大家想像出來的詞彙 連我自己都覺得 原來這個也可以變成 大地色系 比如說大豆色 大豆 對 大豆色 只聽過大豆一黃銅 對 炸冰裡面有豆沙拉油 大豆 再來就是像一些的 花崗岩的顏色 棕色花崗岩 那也是大地 對不對 像這些的色階裡面 都是包含在這一次裡面 很重要的這些大地色系 我知道 灰灰的 暗暗的 沒有那麼前沿 對 然後看起來 就會有一點冷冷恐怖 對 可是其實在巴西 我們是叫這種顏色 就是fall colors 就是秋天的感覺 因為這些顏色都會模仿 巴西不是都穿得很 很鮮艷 很夏天的感覺 可是為什麼我們只叫它 那個秋天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這些顏色都會很模仿 打字人在秋天的顏色 譬如說一個綠色的葉子 掉下來就會慢慢的變成 黃色 橘色 棕色 對 所以就是慢慢都會改變 對 那個打字人的顏色 對 而且我這次去義大利拍回 夏去哥加Siena的城市 它裡面建築全部 全部都是這種大地 全部 好美 我覺得這種顏色給我感覺 比較復古 很復古的 所以大家剛才講的問題就是 可能這些色系很挑人 可是怎麼辦 在這一集 這都是最扭舟的顏色 夭壽 真是要命 而且眼影還流行這種顏色 對 像很多人就是在知道大地色 都會覺得說 大地色感覺好像印象當中 都是咖啡色 然後都是棕色 其實大地色 顧名思義就是 就是整個地球的所有的顏色 所以你看得到了比如說像沙漠 沙漠它就是有一點帶黃色 對 然後比如說像你看到樹木的顏色 它就是墨綠 對 所以其實如果說你不曉得大地色 它到底是怎麼樣定義的話 就是除了大地會自己產生的 這個顏色以外的顏色 都不是大地色 我今天有帶來了一個品牌 也是我昨天才剛拿到的 這個也是一個大地色 它很愛用大地色的一個品牌 它這一季推出的一個大地色的眼影盤 左邊這邊它就是整個是很咖 然後比如說它上面會有一點點 就是珠光的顏色 然後搭配這個就是有一點棕色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剛剛孫華老師有講到 就是它有一點點像岩石的那種 好沉重 有一點綠色 它那種很沉重的顏色 對 但是很專業感 大地色就兩極 要嘛優雅 要嘛就是老氣 對 它今年或者是沉悶 就推出了一個這個就是 用銀白色 然後去做搭配 把這個大地色襯托出一個 很秋冬的感覺 是 所以待會兒我就會來示範 就是用這個銀色 來讓那個大地色變得更感受 要很清晰 對 好的 佳馨 好的 我覺得要來試一下 是妳的色了 真的 知道我了 來 快點 要不不是現在是妳的顏色 妳穿這樣就覺得妳是女鬼 沒有 真的是她的時代 真的 對 上面所有的顏色 我都覺得非常的漂亮 都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然後我竟然今天就帶來一些 我的衣服 就基本上 這不是中台禪室的那一面圖 基本上他們的圓身 或是考古學家 沒有 你們不覺得就是這樣子 埃及 對 埃及 沒有人聽我講話 古墓 對 對 因為嘗試比較螢光色 對 妳可以看給妳說 螢光色 不是今年的大地 可是對她來講這個太沉靈了 她在小時候她就穿這樣 對 她是最開心 為什麼 妳這不開心什麼 沒有 女生穿這樣的顏色就是很沉穩 這不行 這不行 妳家有沒有改變 妳家有沒有長輩 滿美的 有 她們不會開心吧 看妳穿這樣 我媽的確是在我就是 在幾年穿一次紅色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好漂亮 妹妹其實妳穿這樣很漂亮 我也是 前一陣子人家送我一個這樣裙子 我媽說 妳家是有長輩出事情嗎 老人家還是不能接受 不能 尤其是這種麻料的 整套的不行 對 因為整套是長女的 像這種人家還OK 這個有斷面 OK 對 比較時尚 阿公喜歡 阿公喜歡的 有點透明 透明 就是要不要送它 要燒它的時候 就是 大家看到大地設計 也比較少的這種亮色 老師不是有一次 你在網路上看到那個斷面的 結果你說 對啊 斷面質感一定要 很難選擇 是 搭配就是要 那你那個斷面 斷面跟價錢有關係 有絕對的關係 現在就是比如說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但是我可能也許配件 就二環 我可能會配一些 比較亮眼的顏色 妳知道這個穿真的是要 真的要有讀書人穿到 對 就是會喜歡去成品的 氣質要好 我的衣櫃 其實這就是我衣櫃縮 我的衣櫃打開 大概就是全部都是這種顏色 很peace的感覺 對 就很沉穩 但這很看人 像嘉欣這個頭 如果是我染的話 就會變超台 可是在她身上 就是變得很大地系 對啊 就是還是很不合理 是 沒有 我就說這個 像嘉欣的衣服就是 因為本身嘉欣本身 她品味還不錯 但她長得 天生就是 就是很有氣質的感覺 妳現在在釀威姐嗎 沒有 我要威姐 威姐文筆很好 她在成品出身 我在林生北 林生北 然後也在看書 看成品的書 是不一樣的 地下間 對 我覺得這有些是 天生的外型跟樣子 對 嘉欣是由內到外 只是說她這些衣服 就會發現說 這些樣式可能都不是她的 所以大地色系她就會拒絕 但是不代表 今年的大地色系 在你們身上是不可以的 真的喔 我們也可以嗎 今年很多大地色系的衣服 是跟 可能跟嘉欣這些衣服是無關的 就是妳把妳想像的波西麵 或者這種 就單看就是 就像大家講 可能會受益的這些 你要把這些觀念要拋開 因為她的 只是顏色是大地色系 可是顏色不是 可是布料不是只限於亞麻 或者是大家傳統的 看到這種要鞠躬的顏色 真的 而且看起來就是很平衡 然後就覺得 她會保佑我們很平安 很感恩 所以她們都可以互相搭配 所以她們是一種好嗎 你說這個 搭這個好了這樣 然後妳再拿一個水壺 是不是很像技工 對 妳就很時尚 所以我們是走很前面的 這是有由來的 技工 可以 上面再搭一個裙子在裡面 這真的她的氣質 請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看到妳這些衣服 下半身都比較長對不對 對 我看到這位所有來的鞋子 都搭配得很好 我想請問妳如果是要打扮的 比如說那個好了 一條一條一條 這個 一條一條的 妳大概會穿哪一種的鞋子 鞋子 如果是秋冬 我就比較常會穿靴子 對 就是比較這種 還是說 還是巴西人都比較看人家 穿比較短的 對 我們當然是比較 大人貫穿 對 我們不太穿那麼長 巴西人會穿這樣 這些衣服嗎 應該不會 沒有那麼長 可能妳如果去打都市的話 比如說聖保羅 有可能會遇到 因為那邊的天氣比較冷 也是 OK 老師 怎麼辦 麻煩妳了 好 太好有嘉欣在 真的這一集安穩 老師第一次開手 對 好 威姐 我其實就是長成這樣 但其實我真心是喜歡 大地色的人 我連喜鐵都是 就是其中那個藍色 一模一樣 就是 但可能真的氣質 比較沒有像嘉欣一樣 那麼適合 所以我有一個困擾 就是像 我覺得大家一定家裡都會有這種 一個大地色的眼影 有 那我覺得 像今天方文就說 威姐妳今天沒化妝嗎 對 妳今天素顏了 其實我都化了 我只有眼影沒有化而已 因為我覺得很困擾 我覺得像這種大地色 你一種就會變煙燻妝 然後你太輕 因為我膚色很黑 又感覺不出來 不顯色 所以就真的不知道說 像我們這種黑黑的眼皮 不顯色的 要怎麼化 好 我非常期待 老師的 剛剛熱騰騰的新鮮貨 那個大地色的對不對 對 就要示範在那個 陳薇 比較野豔的陳薇的臉上 來 我們在化大地色眼影之前 很多人的眼皮 可能都會有一點暗沉 對 沒錯 但是它不是眼皮 它整身都暗沉 對 但卻又有大地色 還是妳要換人 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把 那個暗沉的地方把它提亮 所以我們就先用一個這種眼影的底膏 然後直接就是 塗抹在它的眼皮上面 所以眼皮也要先打底 對 妳看 它眼皮稍微提亮之後 它待會畫的大地色系 就會比較乾淨 而且比較不會髒髒的 明白 好 然後我們眼皮打完底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先用一個眼線壁 以前都是 我們先教先畫眼影 對 然後我們就是先畫眼線 什麼時候改的 沒有 我今天要教的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 一個秋冬的眼妝畫法 老師 大地色系畫不好 是不是很容易就髒髒 擋就暗掉了 對 所以像剛剛 我那個打底的動作就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做一個打底 那眼線液可以嗎 眼線液也可以 但是因為我今天教的這個 它是用眼線筆去暈那個眼影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點點 蠟質的成分在上面 但是眼線液它就沒有辦法做暈染 好 然後我們就稍微的在 那個睫毛跟五八花眼 眼線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拿出我們的 這個大地色的眼影 然後我們就可以選一個顏色 像陳薇今天穿的是 有一點卡其色 我們就幫他用這個 有一點墨綠的顏色 跟衣服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有一點可以拉它的顏色 我們就把它直接 直接疊在眼線上 把它暈開 OK 那那個眼線 我們就可以畫粗一點 對 你看我們這樣 把它疊眼影上去 它就會跟你的眼線 整個混在一起 對耶 它就會有一個很漂亮的尖層出來 然後我們在這個眼皮的 這個雙眼皮折這邊 把它疊上一點墨綠之後 把眼睛打開 它就會有一個 已經很漂亮的眼熟了 然後這個時候 然後我們再用一個眼影刷 這邊把它疊一點古銅色 在這邊 我們用古銅色 古銅色 然後古銅色畫的位置 剛剛在墨綠的這個上面 直接 大片 把它大片的暈上去 好好看 我懂了 它是最暗的 然後就是開始慢慢的 到亮的顏色 對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個粉長 對 那個蕊頭 那個蕊頭 對 現在有 現在有 對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暈眼影的畫法 然後這個是上眼影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畫下眼影 下眼影 對 下眼影 我可以畫下眼影 可以 再回到第一盒 對 第一盒的墨綠 墨綠 然後我們再沾一點點 整個都要嗎 不要 整個都要 全面嗎 這不會黑眼線 很眼中嗎 對 就是 就是 稍微框一下 因為今年秋冬的話 還是流行有一點點小眼影 好 我們明天就來畫 然後我們就是 把這個下眼影跟上眼影 稍微做一點點 把它揉合在一起 好自然 真的 它就會一個很漂亮的 秋冬眼影 而且沒有很艷 沒有 真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幫它的睫毛 稍微的加一下 那一盒白色是 應該的 好想知道加在哪兒 等一下 那個白色是等一下 對 因為你想想看 它怎麼可以 一盒裡面只敢做那一個白 對 而且還做那麼大一塊 對 應該好像可以萬用 對 因為眼影它是有一個 比較深的大地色 但是你畫完眼影 之後你就用這個銀色 把它覆蓋在上面 它就會有那個撥光 真的 可是問題是我們東方人 眼睛不會因為這樣而拋嗎 更拋 所以就是它的位置很重要 我們剛剛大家都想說 我為什麼還沒用對不對 對 因為你要等到你的睫毛 跟你的眼影整個都好了之後 你就用這個眼影 用手指 輕輕的壓在你的眼球正中間 哪裡 眼球正中間 對 然後你在眼睛在眨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種 就沒有撥光 就是慢慢閃出來的感覺 所以這樣眼睛不會拋 對 眼睛就不會拋 你不要整片 好像只打中間對不對 對 只有打中間 好 然後在眼頭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把它加一點點 就是讓它有一點點 就是會有一點 撥光的感覺 然後畫完之後 它就會再有一個就是 要讓你的肌膚看起來也是 要不要埋鮮 好多 很厲害 沒有 我今天幫她畫的是 這個牌子最新的秋裝 然後它是一個像果凍 它什麼 它是全身都可以用 比如說像新美姐這樣會穿 平胸的禮服 或者是露手臂 然後這個就可以 像果凍一樣 它讓你有一點珠光的感覺 它塗起來是這樣 就是老婆婆子 有 有 好美 所以那可以塗在這裡 很優雅 它不會像是有一些 珠光就是很亮 沒有顆粒 你是因為要穿新娘禮服 你可以結婚那邊要擦這個 然後這個它就是 讓你壓在你的 眼圈 好美喔這個 你這樣兩邊擦很多 好美喔 那那個我們什麼鈣斑的 什麼都弄好了 這一擦上去不就這個 對 所以它做成一個 就是果凍的質地 它不會毀掉你那個底妝 跟你的鈣斑膏 就是每一個角度 每一個角度 它就會看起來好像是 皮膚超好的 然後又不會覺得很濃妝 可是如果我打在那裡的話 我就會臉很腫 就會覺得說 好像昨天喝到混 然後它又推出 還有一個 這是什麼 這個是他們同系列的 然後也是 概念是一樣 是有珠光的唇蜜 可以擦白的 對 可以擦白的 然後就直接塗在這裡 嘴唇 就很像那個 水晶塘的感覺 它這樣兩邊好像不同人 對 所以就這樣幾個動作 就是一樣畫大地色 但是它還是一樣可以很時尚 而且又不會很濃妝 很好吃的感覺 對啊 真的 利用大地色堆地的眼妝 只要在眼底中央跟眼頭 加上一點亮點 眼神馬上更迷人的優雅 好可愛 有用它西裝式的 這種的裙子在裙 然後你整套穿起來 大家會覺得是 你是故意走復古 或是故意走時髦的路線 基本上歐洲的 來看一看 一直被孫桓老師稱讚 因為這個世代就是它的顏色 對 加星 最後有不一樣的顏色在裙上 好美的 好看 我很喜歡 會不會跟它之前的衣服不太一樣 真的很不一樣 你們兩個是情侶裝 對 好可愛 真的 我們兩個是暫時到山下買東西而已 對 去逛街而已 就是我把它的色系 大概有多做一些調整 對 比如說帶一些的 我剛剛講的一些比較藍的 灰藍接的部分 放在這個卡接的部分 因為照我如果往常 以嘉欣她自己的搭配 它可能就是同色系 要不然裡面就是 要不然裡面就是月牙色 對 或者米色 或者是大家覺得那種髒髒的乳色 它可能在這裡 要不然就是咖啡 就是從這幾個色系 就原來這樣是可以搭配的 是 我就說樣式在哪裡不一樣 我們先從風衣的外套看樣式 首先正面看一下 它的上衣的外套 從領子的部分到這個扣子 用黑色點綴之外 它的上面 前面的擋風片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側面 然後到後有腰帶的部分 兩邊的這個色系 你可以自己放下來 它有一些變化 對 你放下來 然後你自己夾帶後面 它都會有一個腰線的設計 然後我們轉到後面來看一下 這一件的 後面的它的擋片的拉鍊 是不是 就是照以往 如果它自己的風衣 它是不會有這種 樣式的設計 不會加上這種 現代的拉鍊的設計 然後也不會在剪裁上面 多了這些比較時尚的 所以我說過就是 也不是顏色問題 可能是剪裁跟樣式的問題 對 好 再來上衣的部分很有趣 我們請它上衣的脫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來看袖子的部分 好特別 短短的 然後很隨性 然後你可綁可不綁 我是建議大家不用綁 一般的可能景文就會想要把它綁一下 沒有 我覺得要綁一個錢 沒有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洗碗 我們是家庭主婦 沒有人叫你穿這衣服去洗碗 不好意思 然後它在這個 夾菜 要夾菜 對 它在正面的剪裁的部分 它也是做的 這兩個有一個 對 它有一個 所以你可以選擇 放進去或者拉出來 像這個也可以讓你的這個腰 所以你裡面的褲子 比如說你的 可以會顯得你腰稍微長一點點 在這條的褲子的設計是 它也是做一個 我剛剛卡吉的斜紋的布料 但是在這個腰際裡面 它做了一個環 把一般我們要綁在 包包上面的絲巾 換在的褲環上面 多了一些色彩 我利用這兩個顏色去提點 也就是它平常 可能不會選用的顏色多一點點 我的意思是說 在你原來的這個物件中 你加了一些現代時髦 原來不是在你身上的元素 這樣子應該會 也不會傷及他讀書人的身分 對不對 讀書人 對 但整個人會變比較亮眼 比較亮眼一點 那個絲巾是本來就在褲子上 這樣比較貼心 要不然我們買回來 我們以為要掛鑰匙 對 手機 手機 要掛 對 有可能 以為是方便掛那個 不是 人家是要掛 鞋子我也是選擇用灰階的 然後我保留它原來裡面 綠色的襪子 對 其實有一個襪子 你看它原來的襪子 也是屬於這種 大地圓的顏色 所以利用這些粉色系 然後比較流行的幾何的線條 去提點 然後再這樣衣服的剪裁 去提點這整套的現代感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可能在嘉欣身上 也不太會出現的 比較藍接的衣服 亮面 對 亮面 亮面的 對 然後它的剪裁 你會發現它是比較寬闊型的 很好 對 因為今年太多寬大的袖子的衣服 是 寬大的袖子 都找不到外套 對 這個其實很適合 就是它完全沒有 幾乎沒有Size 都是可以穿的 而且這很中性 對 因為這個辦法 你老公也可以 對 裡面的這一件 它就是帶有現在的 一個標語式的設計幾何 然後我們放在這些 所謂剛才講的 就是藍接的裡面 帶有一些亮面感的部分 然後我們再利用一個 這應該也是嘉欣衣櫃裡面的 我真的 顏色的褲子 然後做這樣的一個搭配 那是褲子 對 它是一個褲子 對 然後前面是做像一個 風衣片的樣子 你可以折下來 然後穿在這裡面 它就是屬於比較潮流感的 是 然後再來 一般人真的也不能嘗試 也只有嘉欣可以嘗試 我可以嗎 第一個 這個褲子 這個褲子應該可以 但是你可能會帶那金色 大大的耳環 好 對 我們先看這件 上衣的剪裁 好看 它也是助於閃形的 寬的 然後是亮面的前短後長 這一件我剛剛講很挑人穿 也許緊紋不行 方禹也不行 然後再加上 我要給大家搭配的是這種 為什麼不行 對 因為這個 膚色還是原色 對 膚色 而且 我覺得是氣質 還有穿髮氣質 你看它就 不行 它可以飛的也不行 對 這可能跟膚色 也跟著膚色有關 但是剛剛才淺一點就可以 反正我檢文待會會示範 然後乳汁皮膚稍微白一點 但是乳汁穿就可能會 顏色會顯得更細 除非它下面是搭乳白色亮色的 它下面配這個大地色系 因為這個也不行 對 很挑人的顏色 方禹就 有 方禹它的格子的部分 稍微有好用 有勢 對 但是這個也不會像是它的衣服 這個就是 這跟膚色有關係 這跟膚色 但是這件衣服是好看的 好可愛 我現在讓它搭配是這種 西裝式的這種的裙子仔裙 上面做了不規則的拼接 然後你整套穿起來 大家會覺得是 你是故意走復古 對 然後你故意走時髦的路線 是很像歐洲的感覺 是 然後我們就可以配上 很漂亮 像這樣的靴子 漂亮 又增添一點 整個時髦感就起來了 對 這樣子可能錦文就可以了 對 然後下半身的它 對 來 我們來試一下 這可以 那我剛剛是出在哪裡 問題 你出在 還沒有找到下半身 還可以 對 你有沒有發現 真的有 有道理 下半身的部分 方魚可能也可以 我也可以 是不是 所以出在下半身的搭配 其實都有舊的 只要配給這麼大 對 它會有一種復古 那種二手的感覺 但是它又是現在的剪裁 好 除了這個 還有 可能大家會覺得 不太像是 嘉欣的 嘉欣的 但是 這是嘉欣的 很好笑 很像嘉欣 要去喝喜酒 對 他要去喝喜酒 他要去喝喜酒 正式的 好棒 好棒 這套如枝可以穿 對 因為這個就仙氣 對 你們來看 兩個不同的類別的性格 如枝穿的 它也夠高 對 很適合 不會嗎 我們家威姐就不能穿 它就變了西裝 還沒聞到它等一下 等一下有 威姐 這樣就可以 就是好像參加時裝週對不對 對 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 像這樣的衣服就是 擺在那裡 你會因為西裝的外套 會覺得 它好像是可以二手 對 或者是可能會覺得 好像是爺爺爸爸的西裝 然後利用做這種裡面的軟 然後跟外面的西裝外套 做一個搭配 好 威姐一定可以的 對 她一定可以 頓馬 腰氣 人家是仙氣 其實都是外套 外套好好看 如果外套搭你這件 太土了是不是 應該不是 裡面不對 我覺得 一定要搭這個 可是裡面應該是要搭軟的 絲質 老師配的都是有道理 你的眼影就是要買三種 先堆疊 好 你不能只買外套 你一定要買裡面 對 你知道嗎 整套要買下來 買單 只要在剪裁的挑選上 多用點心 就像配件的畫龍點睛 無趣的大地色專搭 也能瞬間成為時尚亮點 子文妳都直接去 去老師那邊 好 孫華要走 孫華 妳看看 妳剛剛一直說 她到底她這一件有什麼錯 其實我很喜歡大地色系 頑皮 然後寬鬆的 我真的超喜歡大地色系 可是前幾天發現了一個悲劇 就是我家裡有很多豪哥 從法國拿回來的染髮劑 然後我就自己染了頭髮 染完以後吹乾之後 我就照著鏡子 因為我頭髮就變紅色 像那種磚塊 好像就是大地色 那也是大地色系的那種 我想說怎麼歐巴桑 應該不是法國品牌的問題 應該是可能調色染色的問題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適合大地色系嗎 所以妳就穿了這件 有帽子的長板衣 那妳把帽子戴起來 就遮住了 然後再騎一個掃把 好笑 這也滿可愛 很可愛 這帽子很可愛 我反而覺得 這是一個奇怪的技師 還是要再做什麼事情這種 有事嗎 對 我覺得不是衣服的問題 我再三強調 而是說妳有沒有挑對 這個衣服的問題 挑對這件衣服 有這麼糟嗎 不是糟 就是妳現在的身材 已經很好了 但只是說妳挑這件衣服 我覺得它不是妳的衣服 它不是 但是不代表它不適合 大地色系 因為我們都知道 景文是原住民身分 其實最接近大地色系 其實有很多顏色是可以的 我再三強調是 樣式跟剪裁 好 如果撇開 不是這些大地色系的話 其實妳還有別的大地色系 可以選擇 真的 拭目以待 不是不能選太白的裸色 對不對 對 會看起來很像神壁 神壁 對 所以它就是帶要有一點點 像是有一點粉紅感的裸色 接著下來 剛剛老師也是一直稱讚儒之 對不對 它的膚色都沒有什麼 不能夠駕馭的成果 對 沒有 我自己穿 其實就會像 有點像帶駝色的顏色 在我身上 因為我的白不是那種透粉的白 是偏黃的那種白 所以如果我穿這種顏色 我都會覺得我是髒髒的 你這什麼叫髒髒的嗎 你剛好跟他們 不知道我們怎麼可以 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女生 所以他們是真的髒髒的 看起來髒髒是真的髒 他會卡住 會覺得然後有時候 不知道唇色要怎麼樣上 還有大地唇色 你看他們兩位是 對 一個是非常健康的膚色 對 不過還好那個方雨的 他們兩個的唇型都還不錯 對不對 對 然後一個是非常白 對 其實像膚色白的女生 在選那個唇色 其實還滿好選的 對 隨便都可以 那像我們 因為你穿衣服的話 可能是面積比較大 然後你可能選色 要有一點注意 可是唇色的話 其實膚色白的女生 還滿好選的 只是說你可能在選一些 比較淡色的 比如說像裸色 這種就會比較不好選 對 因為像膚色比較白的女生 可能擦裸色 會感覺好像氣色很差 對 好像生病 對 那老師像我們膚色比較深的 我們擦裸色會顯得更深 膚色深擦裸色 會很容易顏色會浮在嘴唇上面 感覺好像就是 這貼上去的感覺 就是浮在上面 就是有一些戲劇有沒有 它要演病人 它硬化成一個白白的 你可以感覺它畫很厚的 一個白白的 對 就是浮浮的 浮浮的 就不貼妝 所以今年裸色還流行嗎 今年還滿流行裸色的 那我今天有 這真的好難 對 好難 對 我今天有帶來了就是 很難 我發現現場唇型最美的就是你 而且你看它嘴唇都好紅潤 對 很嫩 很嫩 很嫩的 好 剛剛就是我們一直在聊到裸色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講大地色 所以我今天就帶來了一個 這個牌子出的一個大地色的唇蜜 對 然後這個唇蜜 它完全就是全部都是以裸色為主角的 裸色 大家都要講到說 膚色深跟膚色淺的女生 到底要怎麼選裸色 我今天就要來教大家如何來選一個 適合自己裸色的唇蜜 好 剛剛我們有講到如何來選裸色 今天我要來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選裸色的方法 真的要很簡單 很簡單 我現在先把這個裸色 先塗在我的手背上 OK 對 然後因為裸色 它是一個很細微的一個差距 對 每個看起來好像就是 都一樣 都不一樣 對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整個塗出來 然後你就會比較好知道 那個差別在哪裡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還是有 第二個比較帶 對 那現在我們就要來教大家如何選 就是這個牌子 它有一個選色的小方法 就是你要拿出鏡子 把你的內唇翻出來 內唇 就是內唇翻出來 這樣子 因為你如果膚色深的女生 它的內唇一定是比較深色的 真的嗎 膚色比較白的 它的內唇 內唇一定是比較淺的 真的 所以你在選色的時候 你就是放在這邊 然後像芳瑜它的內唇 是比較紅 紅 紅一點的 它就可能要深一號 就是比你的內唇再深一號 對 好專業 那如果說像 特別 如果說像蘆汁 它是比較白的對不對 那它的內唇是比較淺的 真的比較白 真的比較淺 對 真的 那我們就要比內唇再深一號 所以你就要選二號 這樣子你畫起來 永遠都不會出錯了 像新妹姐 我沒有記住 我盡量拉看看 新妹姐內唇也滿白的 對 滿白的 所以新妹姐可以畫到 第二個跟第三個 對 這樣子塗起來就不會覺得 好像顏色會浮在上面 就是比內唇深一號 這樣就可以了 對 比內唇深一號 那我們就是先選芳瑜的 它的腐色就是它穿的衣服 它的衣服就是它穿的 它的腐色就是它穿的衣服 就是他們的 什麼意思 慢慢講 不要緊張 它的腐色 就是剛好它的衣服的顏色 然後它的腐色 剛好就是它的衣服穿的顏色 我懂你的明白 你說芳瑜的皮膚的顏色 對 像蘆茲的衣服那樣子 比較健康 蘆茲的皮膚的顏色 像芳瑜的格子裙子一樣 格子 類似 不是 是上衣 是上衣 上衣 好可愛 老師怎麼沒有叫我們先來一個 什麼四底乳唇 不用 不用 對 因為它這個唇釉 它本身的話有那個護唇的 精油 護唇膏 所以它可以讓你直接上上去 就有一點護唇膏 有 變有質感 而且唇紋都不會那麼明顯 對 氣質 這個就是褲色比較深的裸 而且真的變 滿適合的 白 真的變白 對 而且很好看 變得很有質感 我們 對 會講說比較襯膚色 應該怎麼選裸色唇膏呢 趕快翻翻你的內唇 要選攝影號的唇膏 就是你的命定裸色了 接下來看看膚色白氣的如枝 擦上裸色唇的樣子吧 如枝的話 我方選的是一個二號的顏色 如枝感覺什麼都可以 對啊 它其實我這個色他也可以吧 對啊 你畫一個NG的如枝 如枝色 我知道老師 如枝不能選太白的裸色對不對 對 會看起來很像生病 對 所以它就是帶要有一點點 像是有一點粉紅感的裸唇 就會看起來比較有血色 而且像很多唇釉 它裡面就是 因為它為了要讓它 比較不容易塗裝 所以它都會裡面把 那個油脂的成分降到很低 但是這一支唇釉 它裡面有添加了 所以它就會讓你塗上去之後 讓你的唇紋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然後精油它就會覆蓋在唇紋上 就會看起來比較保濕一點 因為化裸唇 如果你的唇紋很明顯 就會看起來很老氣 對 所以裸唇的話 記得要選擇這種 就是比較保濕一點的唇釉 看起來就會很漂亮了 好耶 好耶 複色白色的女生 記得要帶一點粉紅感的裸色 以及夠保濕的唇膏 才會有自然的好氣色喔 多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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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也不會覺得它臃腫 然後反而有潮流感 對 大地色系會讓你點想到潮流感嗎 不會 不會 對 這個整個是在今年的大地色系裡面 就多了一些的潮流感 今天我們來看看我們老師 心目中的大魔王 然後孫華老師幫他調配一下 他要挑戰大地色系 對 其實這個不簡單 好期待 來 孫華老師 好帥 我們專程賣的最好的那個 是老師幫我們做的造型 就是 對 所以我好想哭 謝謝老師 剛剛在給他試妝的時候 他自己站在鏡子前面 就很久很久都 什麼拉都拉不下來 我想你在陶醉什麼 然後他就說 他回想到以前幫他做專輯 然後我就冷靜問他說 你那瘦幾公斤 對 他已經有瘦了 他瘦38公斤 對 瘦38 然後後來因為出道20年 我就為了 慶祝出道20年 後來胖到58公斤 胖了20公斤 我是說真的很瘦 為什麼 怎麼會穿到大地色系那麼感動 因為大地嗎 沒有我就 不是 因為漂亮 他就覺得在鏡子上面 看到他 想到他以前的樣子 對 就是很 我也有很文青的時候 事實上那個時候 你們是走這個 對 學生 其實那時候我剛開始接錦秀 那時候一看到兩個人的時候 我在滾 我想 我可以不要做嗎 對 那時候我說 這兩個我可不可以不要做 因為我上次是另外一個 部門的部長 對 而且很有緣是 當時他唱片 我讓他穿的 就是今天他整套都是台灣的 同一個設計師的衣服 所以當時在那個專輯上 穿的就是 就今天沒想到又穿了 同一個設計師的衣服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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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這個比較神奇的 他們一定要買了 真的 這是一個size 對 我覺得比較神奇的地方 就是像剛才我們前面講到 就是說 不是只有駝色大地色系這些 才適合 其實有些顏色是可以的 像今天在他身上看到這種的 墨綠的顏色 帶綠 然後再帶這種 好看 很少大家會出現的 這種亮段的顏色 對 很少 然後 而且你在這些所謂 被歸類為在今年的這些 大地色系 它是比較偏 大家很難會聯想到 大地色系的 顏色的元素裡面 竟然是做這種 特殊剪裁的設計 你看他領子 做一個封衣的這種抽繩的設計 兩邊 對不對 對 圓領 好 手張開 你們看到這裡 袖子 然後轉到後面 手張開 它是一個抖棚式的設計 這樣好有態度 對 很有態度 然後裡面是專門為這種 可能我不知道怎麼打扮好了 然後一件事我可以做 好像夾兩件事 然後上面是做白襯衫 然後裡面做擺折 然後稍微拉高在你的胸型的部分 我們把這件先脫掉給大家看 它是短 這看起來好瘦 真的好瘦 好瘦 我本來想說穿這件看起來會很怕 沒有 好瘦 我都感謝現在的景雯 你有沒有發現而且變很高 對 而且我沒有特別穿高跟鞋 穿高跟鞋 對 所以我讓它今天配的還是一個亮軍綠色的 好可愛 好看 然後我不要在它旁邊的話 你真的會覺得它好高 我大概有170 對 要買 值得買 又瘦 又瘦 當然大家在想 除了像這樣的夾克之外 是不是還有別的夾克可以 可以買呢 讓它做搭配 其實還是有別的夾克可以 因為她老公賺很多錢 花吧 真的 也是辛苦錢 像這個我也會在 除了剛才的家之外 我還會幫她再搭一個 真的要買 像這樣的 可以搭這個 太值得買了 這個外套很特別 好看 對 不一樣的感覺 對 它也可以搭像這樣的一個 針織的上 像這種針織的這種短外套的 很有設計 對 搭在外面 它可以有兩種的設計 好 另外 就是剛才講到這種均綠色系 可能大家比較不知道 對 很喜歡 很開心 是你老公也可以穿 這是另外的一個 也是我剛剛講到 這一次的大地的設計 但是全部在剪裁上方面 讓大家覺得是耳目一新的 首先看到這個 它好像一個工人裝 或者是大家在工業的時候 在穿的一個制服 外套 但可愛的地方 它的口袋上面 是抓著一個亮的 好像刷白的漆的樣子 可以做一個立體的口袋 整個做oversize 裡面我幫它搭配的是一個 白襯衫 OK 這白襯衫也好用 你看到這寬袖的白襯衫 層次上面的白襯衫 然後套在這個 七分袖的這個外套裡面 然後加長版 裡面再配上一個 好多層次的白襯衫 然後也不會覺得它臃腫胖 然後反而有潮流感 對 大地設計會讓你聯想到潮流感嗎 不會 對 這個整個 是在今年的大六設計裡面 就多了一些的潮流感 剪裁的關係 對 然後另外的 剪裁還有布料 對 剪裁布料跟樣式 另外這一套跟剛才的 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這也是從剛才的外套裡面 它加長了變長版的封衣 好可愛 然後一樣在這袖子上面 好可愛的封衣 對 這台灣設計是很強 然後散狀無腰線的設計 就讓你覺得這個 這個已經沒有腰身的問題了 不管你是圓筒 或者是那些腰沒有辦法展現的部分 然後這件封衣就是剛才加長版 但是不同的材料的顏色 像這樣的封衣 如果它只是普通的一個剪裁 可能你穿起來就覺得 好像大家都有 就是最基本款 但它的在領子上面 做了一些新潮的設計 像抽損設計 就完全不一樣 我們再看裡面 裡面這一件 換成剛才它黑色的 大家可能就覺得 是一個倒估的剪裁 可是因為顏色不同 帶著一些亮質的顏色 整個 你就算是背著一個 剛才我講的麻的袋子 你都不會覺得像去脫鍋 還是石鍋 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 配上貝雷帽 配上像這樣的顏色的上衣 然後你可以再加上這樣的外套 整個呈現很有 很有那種潮流態度 流行感 好 這一套 好喜歡 跟大地色系穿出時尚 一定要挑選潮流的剪裁跟材質 不管怎麼搭都超級有心 今天兩位大師介紹的商品 在哪裡買 下載女人我在打APP就知道囉 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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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請 asleep 謝謝